嗨 各位小財神 今天過的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就是台信銀行的這一張 玫瑰GIVING卡 噔噔 我相信其實很多人都已經 就是在網路上有看到相關的討論資訊了 包括寶可夢自己本身有寫文章 還有Podcast跟大家做介紹 但是我們YouTube這邊的粉絲朋友可能都 對這個產品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帶大家就是從官網 一步一步的看下去 簡單五分鐘讓你理解這個產品 然後今天趕快辦卡了 因為他只有限千一萬名 可以拿到這個三千八 也請你就是想要利用百貨公司中年慶來 為自己就是囤積一些 戰利品或是生活消耗品的 千萬把握機會 因為再不趕快辦卡你可能就來不及了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訊息 就是官網的部分 那你如果想要登入官網很簡單 就是在Google上面搜尋台信Giving卡 這個玫瑰Giving卡你就會找到了 為愛付出我願意是他們這次做的slogan 那最高限時17%回饋 然後只有上市的首十日 所以1月12號上限到1月21號 請你把握黃金七天的時間趕快申請 12再加10是22號講錯了 那現在已經是14號了 所以這影片上限的時間可能是45號了 所以你剩下的真的只是大概只剩下一週的時間 趕快申請 那有什麼優惠呢 第一個就是平假日有最高的這個 節假日啦 節假日最高3%現金回饋 那現金回饋的上限有這個多少 5000吧 那詳細的規則你可以上官網去看一下 那你一定很好奇的去詢問說 那這個節假日的3%真的很厲害嗎 那我簡單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就是我們的台北富邦J卡呢 是國內直接3%點數回饋 無上限 所以這樣兩個相比你就會知道說 一個是點數回饋 一個是這個現金回饋 那你喜歡哪一個 那這個玫瑰Giving卡 它雖然說有做一個權益加碼的部分 但是我們一般平常在做消費還是平日嘛 所以平日永遠多於這個節假日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平常拿這張卡片刷就只有一% 那只有在特殊的節假日 可以拿到3%的現金回饋 但是有上限喔 那你如果真的很想要一張卡無腦 就是刷透透的話 那反而是台北富邦J卡比較適合你 好 再來 Giving位家人 平日消費滿額 然後兩次居家清潔服務 那它這個滿額的數字很簡單 就是它這邊寫到其實是9萬 然後你可以4選1 9萬可以有一次居家清潔服務 所以18萬有兩次 然後一年就是只能夠申請兩次 然後洗衣機、冷氣機、床墊、抽油煙機 4核 4選1 選一個 然後幫你清 然後就是 依那個時間 然後來做這個多少 因為它有一個時間線 不可能說你家有10台冷氣都把你清光光 沒有 就是說可能最高的服務上限 大概是1.1到2.5小時以內 就會完成 這樣子 所以這個優惠的話 你可以去算一下 因為它這邊也有寫到 就是它有說 參考市價有到多少 1780 然後或者是1990 它其實都有把這個數字寫出來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思考說 到底你刷9萬塊錢 然後換一次划不划算 那簡單用一個數字來算給大家聽 又拿出我們的J卡出來了 J卡刷9萬塊是多少 是3000點 就是3000元的這個回饋 那你覺得你刷9萬塊錢 然後拿這個我們的玫瑰Giving卡的這個優惠 會有超過3000嗎? 好像也還好耶 因為9萬的1%是900 所以你這些基本的服務費再加上900 如果有超過3000元 那就划算 如果沒有超過3000元 那我覺得你不如刷J卡 然後比較划算這樣子 瘋人闖2200 然後再加上900 大概是多少? 3100 那也許你 叫這個居家清潔服務3100 這個 你這才 回饋率才超過這個J卡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你要去算這個 信用卡公司給你的回饋 是否覺得划算的話 你就用這種方式紙筆拿出來算一算 你就知道到底划不划算了啦 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是giving way自己 好 這個 風巢式香水卡面 我個人覺得就噱頭 好 那 他的這個卡片的背面 你就滴香水下去就會有味道 然後五天陰魂不散 沒有啦 好就是五天那個味道都還在 好那對於男生來講 我覺得這個是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因為我不需要香水的味道 那可能對女生來說比較有感覺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是新護 好你可以拿到新護理 我個人推薦你拿500塊吉祥券 比較簡單就是認刷五筆一元 好然後呢你就可以拿到500 好你的回饋率是百分之好幾百倍 呵呵呵 對所以很簡單 好那你剛好呢可以拿這個遠東百貨 或是遠東搜狗的這個禮券 然後剛好也可以去解任務嘛 之類的 好然後認刷五筆 所以我覺得你就刷五筆一塊錢最簡單 加樂福APP直接去加樂福 然後解任務也可以 那Foodpanda的衛生券 除非你自己本身很喜歡教美食外送 那你可以用這個D 好那你要算一下如果一趟是30元的話 送你15也不過才450 好所以那個自己他的真實價值 跟自己實用性 你就可能自己去衡量一下這樣子 好那他最後有一個很有趣的活動叫做 邀請好友拿萬元禮券喔 這個就是說如果你有Giving卡 那麼你可以產生自己的推廣連結 然後丟給你身邊的親友 不限台新新救護 好就算你是那個 你的朋友是已經有台新卡的 那也沒有關係 只要首次申辦 並且從你的連結申辦這個Visa 這個奶茶色這張卡片 不是MESA卡喔 MESA卡沒有只有Visa才有 那麼他就會算在你名下的一個人 那你揪一個人你就多100 那你揪了30個人你就升起成1萬 好就是三倍一跳喔 因為你如果平常29個人大概就是2900 然後再加上這個禮券這樣子 好這個吉祥券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嗯 就每推薦10卡他就多你1000嘛 好你當然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想辦法衝到30人 好30人超過那你至少可以拿1萬塊錢 好那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覺得他的門檻反而沒有很很高 因為台新有台新卡的人不少 但是他們可能都沒有Giving卡 所以你身邊的親友夭夭 的確是有可能可以多賺到一筆外快喔 這個是提供給大家參考啦 好然後我看一下 他在這邊有沒有三個步驟很簡單 好也是官網的就是 先把先產生你自己個人的專屬連結 好姓名的ID就可以產生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 廣發網路或者是身邊的親友 或是來丟一丟 叫他們來辦一張卡 然後他完成手刷號 只要認刷一筆一塊錢就可以了 你就符合資格了 好那他目前沒有查詢系統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要 申請自己的那個推薦連結 你就是選擇右邊這邊有三個按鈕的 第三個按鈕點開之後 輸入個人資料就可以產生了 好所以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好那這邊有寫到 5卡就是500嘛 然後10卡就是1000加1000就變2000 那你如果是29卡就是29加2000 那如果第30個人成功申請 邀請30個人 就直接送你Studio A1萬禮券 那寶可夢的做法很簡單 就是我都 通常我的做法都是 一半留著一半送出去 那我這次是全部都送出去了 反正我也不靠這賺錢所以沒差 好所以就是 如果你是首次申辦這張卡片的 你跟上寶可夢團 我們這邊就會有一萬元的禮券 讓大家抽獎抽回去 就是我把它換成等值的小七五百元商品券 20組 然後呢你只要申請 跟團申請之後呢認刷一筆 然後來回報 我們從這個回報表單裡面之後 我們就會整理出這個抽獎的名單 如果你是月後班呢 就還有再多一次的抽獎機會之類的 好就是提供讓大家have fun 就是開心一下這樣子 那你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你其實也可以去看我的文章 我看一下喔 我的文章 你要怎麼找很簡單 我現在找一次給你看 你就打玫瑰giving卡 玫瑰 giving卡 然後你在Google上面搜尋的話 你其實往下滑一下 你就會看到我的文章 其實在第一頁就有了 有沒有在這裡 你把它點下去 你就會看到 這個我的活動 然後呢 你再往下滑一下 然後就會有我的活動的詳細細節 這邊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做了好多的介紹 包括就是 之前也有錄了Podcast 我們這個 寶可夢卡好的Season4第一集 就是玫瑰giving卡 你可以聽一下 簡單的大概10分鐘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台心為什麼 會打5000萬來 就是把自檔卡變拱起來 我有做一個分析 你可以去聽一下 那本團的活動 在這邊有一個活動規則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 任帥比 然後來截圖 我們就 抽獎 那現在已經本團已經 有超過 就是 這個半卡連減金 有超過1000個點擊了 所以至少 以10%轉換率至少100人上車了 所以這個 中獎幾率就變5分之1了 就是100個人的話 就是有20個人會中獎這樣子 好 那你呢 如果想要就是 有這個抽獎機會的話 趕快上車 不論新救護都有 但是我沒有針對新戶 有給額外的活動 因為 這個 他本來就沒有限定新戶 所以你新戶要上車 你可以拿到官方的 但是我這邊反而很建議 救護 因為救護的話就是 只有現在才有活動可以參加 平常救護都沒有活動這樣子 好 那如果 注意事實上有寫到說 不可抗拒的因素 比如說 戰爭發生了 我被徵招了 我要去叫招 然後就發生戰爭 那就沒有辦法辦了 好 這個大家還是要體諒一下 畢竟就是 保家衛國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是幼幼班成員的話呢 你這個 會有翻倍的活動 就你多一次中獎機會之外呢 你居然 直播中獎了 別人拿500 然後別人就是 來看直播 喊佑變1000 你幼幼班成員 來看直播 中獎又喊佑 你變1500 喔 真的是很賺喔 那做這個的話就是 基本上要準備可能 2萬到3萬的贏彈喔 這個基本上 就是絕對是賠錢在做的啦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當然就是做爽啦 開心就好啦 所以呢 你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你加入我的幼幼班 就是我們接下來 很多的活動 我們的每個活動 都會針對幼幼班成員做加碼 所以你如果 是很喜歡參加活動 很喜歡A好康哥 你務必要加入幼幼班 加入幼幼班 門檻非常的高 你可能就是要 先準備一筆錢 要怕加入喔 但沒關係 我們的都是 永遠都是限額限量 然後讓大家就是 資源不會就是這樣子 外漏外流 所以 我會把那個人數控制住 那也是希望大家就是 多多參加活動啦 畢竟我們這邊有人氣 將來才有更多的 跟廠商合作的機會 所以很多人就問我說 那你這樣賠錢 你到底是在幹嘛 就是我賺的當然 不是賺MGN這一塊 好 MGN是要鞏固 我自己本身的影響力 然後要撒錢給大家的 但是呢 銀行跟我談合作 那個價格 就沒有那麼簡單 所以 我要靠的是 其他的合作案 但是 MGN這個就是做開心的 就是花時間 花人力 花錢做直播 但是就是要讓大家 就是 兵主儘還 這就是 我的這個 最簡單 最直接的想法 也非常歡迎你來跟團 因為永遠都有好看喔 好不好 就是這個樣子 那也 如果你真的覺得 Giving卡不錯 然後 這個百貨公司消費17% 你真的覺得 我好像沒有講到 那我就是再來補充一下 這個百貨公司17% 我剛剛沒有特別的提喔 但是一定要跟你們講 因為我覺得這是 目前最棒的一個優惠 那 他的這個優惠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的畫面寫到 上市首席日金件 百貨公司消費最高17%回饋 那千一萬名成功申辦的 你不用登陸就直接有了 好 那 在11月30號以前 使用接口支付 SKMP來綁定Giving卡 然後在百貨做消費 一筆 單筆滿額一萬以上 那一筆來直接做回饋 好 所以 你如果要拿這張 把卡片來做百貨公司消費 很簡單 一定要去假日 六貨日或是見紅 欸 現在好像沒有什麼見紅 因為我們的連假都已經在這個 這個國慶之後就沒了嘛 那就是 六日去買 好 那也別忘了喔 一定要超過一萬塊錢 然後單筆最高是可以刷多少 我這邊有寫喔 就是 我除過了 這個是14% 然後再加上平日1% 或是假日2% 假日3% 這樣加起來 所以 所以他這個14%是加碼的這個 基礎的數字 所以3,800除以14% 你拿到是27142 所以你就是刷27000左右 你都可以拿到最高的這個所謂的3,800元 那你們如果想要買化妝品啊 或者是 平常有那個 家裡面有家電要做更新的 那你這個都可以拿來做貼補架用 唯一特別的注意就是一定要假日去刷 你可以拿到最高17% 然後還有 這個 一定要先辦卡 因為前一萬卡嘛 現在來辦可能都有一點點晚了 但是 誰知道呢 有些人核卡沒有通過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搶到前一萬名 11月30號以前 別忘了 接口或是SKM Pay 這兩個 一定要綁進去裡面 用掃碼支付 不要直接刷了 直接刷沒有回饋 所以這個提供給大家參考這樣子 這是百貨公司的這個 2020年下半年的百貨審卡 就是這一張 我也個人覺得非常棒 我自己辦了 我就是要去刷 這個不論是你要刷手機 或者是你要刷一些高價的產品 我個人覺得都蠻適合的 因為3800的補貼真的很多 那台新砸了5000萬要去辦這個活動 到底它的意義是什麼 請你們可以看一下我的podcast podcast上面有介紹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 分享給你生命的親友 然後讓他們一體來理解說 這個台新的玫瑰giving卡 好像真的還蠻厲害的 17% 一定要去入手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不錯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公開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也要訂閱我的頻道 好不好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